那么从每一个人不管他信不信仰 一个宗教也好 我们都有一些某种恐惧的存在感 那么这种恐惧也好 担忧也好 焦虑也好 其实一直是陪伴着我们的 他不是说某一种恐惧使得我们坐立不安 好像这个恐惧的对境没有了 好像我们的内心就没有了恐惧 他不是这样 他是在每一个阶段当中 我们总是和恐惧相伴 不管你在恐惧什么 其实你今天不恐惧这个 明天依然会恐惧到另外一个 所以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心的特质里边 具备了这样恐惧的心 也就是我们习惯的恐惧 对必然发生的事情不恐惧是愚昧 对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去恐惧也是愚昧 只要你对英国产生了无误的信心 你的恐惧荡然无存 你再也并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会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极端 我们认为我们相信了英国 似乎我们就相信了宿命论 还有很多人就变成了说 哎呀英国怎样就怎样 对吧 如果我命中注定要被新冠肺炎所传染的话 就会被传染 如果我命中注定不会被新冠肺炎传染 就不会被传染 那你去试试看 一定会被传染 为什么 因为你并不了解你的英国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相信英国 所以要防止因缘所生法 我们因种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染上各种疾病的因我们有 只是缘没有出现 那杜绝这个缘我们怎么去做 那就得戴口罩洗手 这就是缘 如果戴了口罩每天都洗手 你真得了那就是果 如果你种了这样的因 能在缘上面去杜绝它的话 那可能会避免这样的灾难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不是那种消极的 说一生注定怎样就怎样 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 该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 该什么时候染病就什么时候染病 那要这样的话 我们在通常社会上 在网络上把它称之为佛系 过去了 它真的就过去了 你一定要让它过去 你不能让你的心活在过去当中 事情不会因为你的心 或者怎么就会停留在哪里 但是我们的心具备这个能力 把过去停留到当下 把未来的恐惧停留到当下 把所有的恐惧停留到当下 而且我们的心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恐惧 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恐惧 和习惯性的烦恼 是 separ量的恐惧 对材者很多人 是前世经中再就顾客 你我们可以非常习惯性的儿子